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月30日,欢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国,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发帖威胁绞死拜登·贺锦利,密歇根有钱科男子遭起诉 拜登担心陷入中东战争泥潭,五角大楼不寻求与伊朗开战 加兰德将接受被捕手术,司法部发言人特别通报 纽约州长签署法案强奸罪定义被扩大 西语义民权组织谴责德州州长,反对煽动极端分子到边境施暴 如何回应美军遇袭事件,拜登透露他已作出决定 一元店大举进军农产品市场,全美数千门店提供新鲜蔬果 1月30日,密歇根州的法庭记录显示 该州一名男子因上个周末威胁要剿死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吉利等政府官员 并扬言要炸毁多个政府建筑而遭到起诉 这个49岁的男子名叫沃伦,家住在密歇根州普鲁登维尔 1月27日和28日,他在社交媒体X上发帖,威胁要杀害政府官员和知名人士 包括记者、名人、特朗普政府内阁成员、每一位2024年总统参选人和其他政客 1月29日,沃伦的X账户仍然公开,显示他前两天发了数百条帖子 其中列出了几十个他宣称要在复仇行动中杀害的人,并把自己描述为上帝的羔羊 在一些帖子里,沃伦还威胁要炸毁史密森尼博物馆 总统专机空军一号、迪士尼主题公园、世界贸易中心一号楼 俗称美国总统山的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等目标 根据法庭文件,联邦特勤局调查人员从X公司获得了用户信息 并通过IP地址等信息确认了沃伦的身份 1月29日,把他抓捕归案 调查人员透露,2022年,沃伦曾因使用致命武器袭击他人而被捕 按照法律,威胁总统和政府其他高级官员,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 国防部长奥斯汀日前称,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在约旦发动致命袭击后 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卫自己的军人 但是,拜登政府却强调美国不寻求与伊朗开战 1月28日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了3名美国士兵死亡 40多名士兵受伤 自去年10月,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哈马斯交战以来 这是中东武装组织对美军的首次致命袭击 标志着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大幅升级 1月29日,奥斯汀在五角大楼说 首先,请允许我对3名勇敢的美军士兵在约旦丧生和其他士兵受伤表示愤慨和悲痛 他当天在五角大楼与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会面时又说 总统和我不会容忍对美军的袭击 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卫美国和我们的军队 同日,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说 正如总统昨天所说的 我们将做出回应 而且这种回应可能是多层次的 分阶段的,并随着时间推移,持续下去 然而,拜登政府的官员们都说 他们不希望局势升级 五角大楼还暗示 伊朗也不希望发生战争 国防部发言人辛格对记者们说 我们当然不寻求战争 坦率地说 我们也不认为伊朗想寻求与美国开战 他还说 五角大楼相信伊朗也不想开战 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科比告诉媒体 我们并不寻求 以军事方式与伊朗政权发生冲突 专家警告 任何针对伊朗境内伊朗部队的打击 都可能迫使德黑兰做出更强硬的回应 导致局势升级 从而把美国拖入一场大规模的中东战争 自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 美军已在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遭到160多次袭击 美国军舰还在红海遭到野门胡塞武装分子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 这些袭击给拜登造成了巨大政治压力 但他担心打击伊朗会引发更广泛的战争 因此一直不愿意采取行动 1月30日 联邦司法部发言人告诉媒体 司法部长加兰德计划本周六接受被捕手术 并在手术期间委派他人履行他的职责 该发言人发表声明说 2月3日 现年71岁的加兰德将接受微创手术 当天就可以回家 声明称 加兰德接受大约90分钟的手术时 将处于全身麻碎状态 届时司法部副部长莫奈科将接替他的工作 接受手术后 加兰德下周将重返工作岗位 虽然司法部宣布加兰德即将接受手术治疗的消息 遵循了政府高级官员治病的一般程序 但由于国防部长奥斯汀 不久前住院治疗后 最初几天没有向媒体或总统拜登 及其他政府高级官员透露 这种事情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奥斯汀已于1月29日返回五角大楼工作 去年12月下旬 他接受前列腺癌手术后 因出现并发症 今年元旦紧急住院接受治疗 一度还进了重症监护室 而拜登到4天后通过媒体爆料才获悉 1月30日纽约州长霍楚 在首府奥本尼 把一个法案签署成了法律 这个新法扩大了强奸罪定义的范围 把各种形式的非自愿性接触 都纳入了强奸 去年5月 一个陪审团基于纽约州法律 当时对强奸罪的定义有限 驳回了专栏女作家卡罗尔 关于特朗普上个世纪 90年代强奸她的指扣 而是认定这位前总统 对较新程度的性虐待行为负有责任 纽约州原有法律 把强奸定义为 因境插入阴道 现在新法律扩大了强奸罪的定义 纳入了非自愿的钢交 口交 涉及阴道的性接触 例如指尖 当天霍楚在法案签署仪式上 提到了卡罗尔的案件 她说新的定义将使强奸受害者 更容易对失害者提起诉讼 这个新法将适用于9月1日以后发生的性侵案件 霍楚说 问题是强奸很难被起诉 实质的技术细节让陪审员感到困惑 对受害者构成羞辱 并创造了一个可被被告利用的法律灰色地带 在当天的法案签署仪式上提出该法案的纽约州议员强调 新的变化也将使LGBTQ社区的成员较容易追究性犯罪者的责任 她指出 此前许多针对LGBTQ成员的性侵都不能被归类为强奸 她说 但是现在我们修正了这种语言 随着德克萨斯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在边境管理问题上的冲突日益恶化 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拉美移民权组织公开抨击该州州长阿伯特 指责这位共和党政客煽动极端分子采取暴力行动 拉美公民联合联盟 全国主席加西亚日前发出警告 阿伯特的极端言论可能煽动暴力偏执者发起攻击 比如2019年在德州埃尔帕索沃尔玛商场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那个枪击惨案导致23人丧生 22人受伤 1月29日 加西亚发表声明说 州长阿伯特的虚假和煽动性政治言论 正在煽动人们可能实施暴力和大规模凶杀行为 我们敦促我们的成员 尤其是德州的成员提高警惕 提防怀有仇恨目的的州外武装极端分子 2019年那次袭击是专门针对墨西哥裔民众的有预谋行动 使得针对西语裔居民的筹外言论 准化成了对当地社区民众的暴力攻击行动 有报道称 在加西亚发出警告之前 一个名为夺回我们边境车队的组织 1月29日 开始在弗吉尼亚州海滩组织集会 计划把车队开往德州示威 该车队的组织者发表声明说 我们强烈谴责任何暴力行为 因为我们呼吁每个人都保持荣誉感 这个车队的目的是让我们的国家 在爱、仁慈与和平中团结起来 我们呼吁所有人都尊重我们的警察、警长、执法人员、军人 或任何担任公共权利职务的人 拉美公民联合联盟的声明 特别提到了该车队 并称还有一些车队组织者自称为上帝的军队 阿伯特近日升级了他与拜登在边境问题上的对抗 并且把联邦执法人员在美墨边境 拆除刀片铁丝网的行动称为入侵 暗示准备打仗 最近联邦最高法院做出裁决 允许联邦边境徐洛队 剪断并拆除德州公共安全厅 和国民警卫队擅自在美墨边境设置的刀片铁丝网 阿伯特之所以采取这种极端措施 主要是为了阻止更多移民越境涌入德州 加西亚说阿伯特及其支持者为了政治利益和筹集资金 正在制造一场媒体舆论 1月30日早上 拜登准备离开白宫时 有记者问他是否已经决定如何回应 两天前驻中东美军遭到的致命袭击 他肯定的回答说是的 袭击发生后拜登曾誓言要对这次造成重大伤亡的袭击予以报复 并且会以我们的选择方式追究所有责任人的责任 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伊朗对这次袭击负责时 拜登称伊朗在某种程度上为袭击者提供了武器 自从去年10月7日 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哈马斯突然袭击以色列 遭到以色列残酷报复以来 这是驻中东美军首次有人员遭袭击伤亡 1月28日 一架用于袭击机的无人机携带炸药 在约旦东北部一个后勤支援基地的士兵营房附近爆炸 导致三人丧生 数十人受伤 当晚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声称 对这次无人机袭击事件负责 美军在约旦的基地被称为22号塔台 军方正在调查该基地 近350名官兵为何无法阻止无人机袭击的确切原因 据两个知情官员透露 在攻击无人机来袭的同时 美军一架无人机也在接近该基地 其中一个官员说 那架攻击无人机的飞行高度也很低 可能是这些原因导致基地防御系统未能发现它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披露 八名受伤者已被撤离 到其他国家接受较高级别的救治 情况稳定 拜登已经与三名牺牲军人的家属交谈 2月2日将在特拉华州多福空军基地 参加这三名军人的遗体转移仪式 拜登对这些家属说 我们对他们感到自豪 对他们的牺牲感到悲痛 并确保让你们知道 他们的牺牲不仅会得到荣誉和尊重 而且你们会继续获得所需的支持 因为你们正在经历任何家庭都不愿意经历的事情 据报道 本周国会议员将收到关于这次 美军遭致命袭击事件的机密简报 提起一美元商店 人们通常会联想到贺卡 糖果和清洁用品 然而近年来 一美元店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农产品 Dollar General向今日美国独家透露 现在该公司在全美5000多家门店提供新鲜农产品 一份新闻稿指出 此举意味着Dollar General比任何其他美国大型零售商 或杂货商都拥有更多的农产品分销点 这标志着Dollar General正继续向农产品领域扩张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2022年 Dollar General当时的首席执行官欧文 在公司财报电话会议上披露 在该公司1.88万家门店中 约有3000家销售新鲜农产品 现在Dollar General提供的农产品包括 西红柿 洋葱 苹果 草莓 土豆 柠檬 沙拉粉 该公司告诉近日美国 七门店现在会出售普通超市卖的最好的前20种农产品 2023年7月 Dollar General宣布了它的食品第一计划 其中包括扩大其自由品牌三叶草股 在这次扩张中超过100种新产品被引入Dollar General的货架 包括主菜 酱汁 调味品等等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今日美国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我开始 någonting 咱们下期再见 Voilà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yim 不能上咱们下期再见